哈囉 大家好 我是Niko 我這一次要分享的是比較 我最近常用的卸妝產品 呃 多芬的 多芬水養淨透卸妝水 它是卸妝水喔 因為我會買這兩個的原因是 我最早當初我用的是用這個 我最早當初我用的是這個小罐的 試用的 它這個藍的是高保濕的 它這個小罐是高保濕的 所以呢 我用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而且它是沒有不含油的卸妝產品 所以有用睫毛的朋友們可以使用 我自己還蠻推薦的 還有我特別要聲明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次的影片沒有任何廠商合作 也沒有任何邀約 所以呢 這兩罐是我在寶雅買的 那應該是屈城市跟A加1還是 其他的大樂啊 賣場 應該都會有在賣 啊 藍色的這一罐的話是高保濕型的 這個粉紅色是高透亮 我先示範 我先現在臉上的話 臉上的妝是這樣 這樣看得到好 就是我有用眼影 眉粉 還有底妝打亮的 還有呢 唇膏 這邊的真的是生理痘 傻眼 好搭一顆的啦 我先一半這一邊的話 我用這個藍色的 那我這一邊用粉紅色的好 就是這樣子兩邊 到時候會給你們對照看看 那我卸妝的話 我已經是用卸妝棉了 那卸妝棉的話應該就不用特別再介紹 我是用這個藍衣 就是很評價一般就是都可以買得到的 不然就是要像那種就是卸妝精 就是這樣子的 有一大片 它是有點縫隙的這一種 就是卸妝精 它這個是卸妝棉 就是看你我吃會用這兩種 那我就先用這一個高保濕的 先卸這一半一點點 因為它是擠壓式的 直接卸妝 其實它的量也不用一次擠太多 化妝棉就是這樣了 我記憶卡只在那17分鐘 所以我一定要趕快卸妝棉 大家看 在這個指尖內 它眼睛的話也是這樣 要擁擠的卸 它就算碰到眼睛也不會有形形的 可是 那記得趕快拿衛生紙壓乾 不然眼睛還是會有點稍微的不舒服 我不敢跟大家講說一定不會不舒服 但是就是 有一點跑到眼睛裡面 不至於像有些人是會讓眼睛紅紅的 卸完妝了 這樣看不到齁 因為我就是最近生理起來 所以就是有生理痘 額頭眉毛 如果你覺得卸不乾淨的話 就是可以再多卸幾次 好接下來就是換這一邊臉 我是用這一個高透亮的 這一罐粉紅色 它每一罐的話 因為這罐是新的我還沒有用過 就是都會有一個小扣環 都會有一個這個小扣環 它就是把這個拿 這個拿掉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我是覺得這種東西還蠻 還蠻貼近人心的 我喜歡這種小貼心的 設計 那也一樣喔 它這個一樣是 是按壓式的 我大概會按壓個2到3次 剛剛竟然拍到一盤沒電了 所以就是 我白眼睛就是把旁邊這邊的都已經 卸乾淨了 讓你們可以看一下 眼睛的部分 眼皮 眼皮 都是很乾淨的 還有額頭 都是沒有份的 它就是 很清爽 它就感覺就像是已經洗完臉了 來 我的痘痘 像剛剛我有化妝的時候 痘痘是已經是看不太到 那 我卸完妝 痘痘就圓形 閉路了 那就是雀斑 那呢 一些 過敏的地方 痘痘 而且 就是毛孔都 好像 呼吸而已一樣耶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好啊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用素顏的方式 跟大家說再見啦 就是這兩罐 我這一邊的臉是用這一罐粉紅色是透亮的 那我這一邊半邊的臉是用這一個高保濕的 它們兩罐都是無油的卸妝水 要特別強調是無油也無酒精 所以就是我現在我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我的皮膚變得就是有點敏感 所以我完全不敢用那種有酒精的任何的保養品 所以 我現在幾乎就是因為生理起來 所以長痘痘 看來這些就是我原本的那些雀斑 就是還蠻多的 我覺得 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買這個試試看 一罐好像應該是200多塊 起碼就是300塊有找吧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要說是在保雅 有活動的時候買一罐送一罐 所以就是買一送一的 價格買到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真的好用 推薦給大家 這不是業配文喔 本次的影片沒有贊助 也沒有任何合作 跟大家聲明一下 我是在網路上面申請這個小罐的試用 它剛好有獲選 它有就是使用這個小罐的 之後我覺得真的好用 所以就去找這個大罐的再用 有沒有差很多 大小罐差很多 就是 那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好用 我不是騙大家 是真的好用 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分享喔 下次的話會有更多更好玩的影片 與大家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下次見